喂 欢迎来到世界杯大派对 今集很未见过的主持组合 远方的彪神 Patrick Gary 和我洛仔 这些节目整天都是混乱 但我和你两个都比较多一次 很久没有和彪神比较多 在节目中 私下我们也比较多 踢球也比较多 但在节目前比较多 踢球你们比较多 好夹吗 好夹的 拿筷子夹的一刻是好夹的 通常哪个少哪个多 哪个少哪个多 一边吃饭就夹也夹 当然夹得多 今集不夹足球 也要夹足球 真的夹足球 说一下昨晚两场16强的赛事 第一场就是双碎大战 人碎般那么闷 瑞典对瑞士 这场是二致大战 难得是免费台球 整场这么赶客 其实他本身也不太战 他原意 他本身是夹着 看这款应该是德国 这一组应该就包到德国 谷下收市 所以他本身设置了哪几场 李老板 他就这样按下两个位置 他就走出去 还要衰得走赤那一队 墨西哥也比较好看 是的 他弄了碎点给你看看 很有欧洲国家杯的感觉 两场踢下去 两队 其实跟我们之前预测 因为我小弟有参与 预测这一场一集 也说过 当时预测这一场球 打败2分钟42晚 我本身要教导 8分钟起床 看4分钟就算了 我真的起床 8分钟起床 没有球踢的 即是分到胜负了 那我第二招再看精华 再看之类 但是有些兄弟 都捉鬼敢死队 竟然看了直播 是的 还要全场了 全场了 所以我看到你的眼袋 还没有很严重 两层 你想想看完 不要说浪费 用了这两个小时的光阴 然后再去直落 你学完之后 再等多两个小时才开球 那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 前后就有三个小时 不如我还要什么 我睡了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不够 然后又要起床上班 哇 很多的朋友 应该跟你的情况一样 所以今早一上帝 全部基本上是很安静的 那一刻是很安静的 不要吵 自己做自己的事 就是睡觉了 在车里睡觉 水到瑞典 打出来 其实没有如我们预期敢估 打到加时 或者在赛和 但是其实 最后瑞典1比0就赢了 可以穿 没人知道结局 听到节目也 但是其实 如果不是科斯贝智 射门禁行运 省重艾简直的话 我认为有几个机会 打足够几分钟 那个球如果不是省重 我看着路线 和力度 一定能够接近 接着 他说 刚好你阿简直伸出来 为大家觉得 按换球就来解脱了 你不要这样冤枉他 那个球这样飞来 都要伸着脚挡一挡 不是 多谢他 都要伸着脚挡一挡 但其实这场球里面 有质素的射门 反而出现在瑞士那边 一脚一脚有质素的射门 就是迪斯玛利 对 左边传中那一球 对 按出来 然后迪斯玛利的射门 对 比较质素 其实整场球的进程 两队都有很多机会 但是 我突然想到 如果伊巴谦莫在这里 应该进了四球 因为昨天其实瑞典也是有机会的 但是那些把握能力真的是 哇 真的什么事 你说起伊巴 你把伊巴换换了马古斯背词 哇 真是 真是离世铺 昨天的进程 其实是瑞典一贯踢法 很硬正 很有纪律性的4-4-2 在找手突击 你也知道瑞士 因为有沙卡 有沙基利 这些比较控球能力高 全球能力高的球员 或者突破能力高的球员 其实他们主导了一场球 但是攻击 又是斩进去又做不到攻势 又是限于球员质素 昨天如果有看球的朋友会看到 其实 洛迪古斯左闸 是斩了 差不多 整队球的落底全中球 斩了 斩到脚远 斩到脚远 变成了右脚射了 大家要看 至少他右脚射了两脚门 很多全中球做了很多做倒下的攻势 但是外于前锋的质素 令到大家以为1-0应该没什么攻门 大家可能看回射门 是不少的 瑞士射了18次 但只有四次射门 瑞典五脚也有十一次射门 但只有两次射门 你还要计算埃克道那些 突然之间右边上方 射门 你说瑞士公门有质素 其实瑞典公势有质素 但是最后的脚 不敢公为 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后的脚 不知道是否突然 郭佑曼以为 在踢Ruby 7 全部的路门去到上面 那些马股斯背致 马股斯背致 我终于明白 现在二十多岁 三十岁未就要走到中东 射得最漂亮的那球 左脚维塔Q 也有些功架 有些功架 大佬那些小禁区 你都不中拢 你真的 不要踢中东 踢中锋 踢中锋 你这样也不是中锋 所以瑞典真的是十一个中坚 但如果这类瑞典有伊巴在 其实又会不会这样踢呢 我相信踢法上面 不会说你看到现在 瑞典当然围绕着 今场幸运地入球 科斯背自己踢 所以攻势 无论由分组赛 现在这场16强度大赛 甚至我们预示到八强淘汰赛 也好 都是会大部分的控球时间 留在科斯背置 或者另一边的卡神居下 我都很深信会是这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伊巴在的话 固然的 伊巴就会多了在前面 可能成为一个明显的目标 很多球钓上去 等他下来 所以看到停球的时间 就会前场多了 但是迷门的脚 当然有质数很多 但是科斯背置 我自己觉得 就会变得多些机会 让他入拾 走位而上多一脚 但是 现在这一刻的瑞典 憑着这样的人脚 能够入到八强 其实都挺令人起出望 是的 大家都说刚才瑞典 瑞典卖门的质数 但是 乐者刚才提到 科斯背置 这一场球 其实挺有个数据 就是整条中场线 唯一一个没有交出 致命传送的一个 中场球员 竟然是科斯背置 就算卡神也会有 两个致命传送 可能是传中 杜和伦 可能是心脏地雷 停满球 他也有致命传送 唯一一个没有 就是技术最好的科斯背置 可能是踢法问题 因为科斯背置 都是轮球上脚的球员 其他卡神 可能看到 平时我们打开尹射得击 看到有空便会踢下去 所以 就像你所说 这么多机会赛事 在前面 大哥 科斯背置在前面 这么多机会 一球都搞不定 最后还是要靠科斯背置 一个 迁运的入球 就是刚才提到伊巴 伊巴来到 看到食座奴 真的带着围困 在这里准备 拿着围困 拿着围困 有看个星君鼠 大哥食座奴 大哥食座奴 大哥也知道什么 这场不差 可以 瑞典的前锋是什么 不差 你个马虎斯背置 大哥 蘇马也有些表现机会 对吧 他想着如果伊巴来到 他真是死 但就是过隆门 瑞士那个 至今 这场球 瑞典 可以入到八强 其实真的很难 可以入到八强 可能想不到自己 入到八强 是 是 其实大家都预计得到 或者之前也会说 两支球队 都是反击较为厉害的球队 所以 其实我自己本身觉得 整个形势 就好看哪一队出到来 是能够做到 下方的角色 是 出到来你见到 瑞典的决定 算了 你要明白 你组织比我更坏 算了 我试试我去组织 其实 可能我自己觉得 瑞典 你见到好几场球 防守取态方面 都会选择放弃边线 比较多 将防守人员 执在禁区里面 塞住中路 不要像叶师傅那些 入到中路 塞住中路 任何两边出 因为他对于自己的高空球 尤其是高空球 可能中一的 他仍会有少少扭闹 但高空球他想着 没问题 因为我们北欧球队 高空球的头锤 怎会抵输 欧洲球队 所以他会比较乐意 让出边线 让你出球 让你斩球 让你撑球 在这些情况下 你会看到 刚刚表辰说到 诺迪古斯 很多时候落到左手 便能出球 但是 其实这种情况 并不代表瑞典的进攻 是很成功的 只不过 其实你也是进了瑞典的下围 即管高 即管在边线出 我看死你受不了 所以 所以我自己觉得 虽然你说瑞典 组织到的攻势 都算猜到 但整个其实 都有少少少 是瑞典的假象做到给你的 其实 瑞典你看到 因为这几场波以来 从外围赛开始 最后一轮 赢得意大利晋级 入到世界杯决赛周开始 被观以巨人杀手的称号 你见到 杀几巨人 有时候瑞典 你可能说不算巨人 但也算半个小巨人 但是杀他的方法 其实是如出一切 方法就是同样地 撕回中路 我看死你便唯有出 你没有其他方法 甚至就是看死你 高球是不够我坎的 你很烦 但是 我再说多些 就是八强英颜对他的时候 究竟取袋他怎样呢 其实有这么多板 让你看到 是否要犯同样的错 能够破到瑞典 这麽密集的中间的铁统阵 只有一支球队 那支就是德国队 但那场球 之所以破得到 亦只为因为幸运 做一球 就是你说 瑞典有少少不集中 对 总有少少幸运成份 其实只不过是这样 如果不是呢 德国都被他抽低了 是啊 刚才你说的 尤其是放了边路 尤其是下半场 看到沙基里 在右边都是很多空位 但其实一斩入中间的时候 格兰基斯 连达路夫 沙泰的过球 也要提一提 其实瑞典都输了一个12码 是 差一点是12码 但是最后就看ER 刚刚就发现 就是一个禁键外 产跌的 他特意举红牌 刺一刺 都是红 那一刻都没所谓 94分钟 对 但是VL推翻 又是12码 这次 虽然到最后阶段 都不会影响蔡赛外事 但是VL都推翻了12码 大家都不要误 两队都这么不外如是 其实也想赞回 刚才洛仔所说 瑞典的防守真的很值得一赞 是 大家想看什么是有纪律的防守 严密的棋位 你看瑞典 你看到 格兰基斯 连特洛夫在曼联踢得如何 大家在网上已经是围剿 但是来到瑞典 踢回瑞典的连特洛夫 好像是两个人 格兰基斯 你猜不到一个 现在要去到俄超银食的球员 老将 统领那条防线可以统领得这么好 罗斯迪的素超 什么质素 都可以落底 斩了几球出来 奥古斯丁神 上场波 这条防线 大家如果有跟开 以前小杯看 在瑞典 其实他们后防都是这样打的 都是这样有纪律 硬桥硬马 但问题是 人脚上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级数会差一点 只不过是没有声味 但失踪声仍然在 这场波 其中我认为 最佳强之一的教人机师 其实也是应届的瑞典足球先生 33岁他已经踢到卡斯洛达 但仍然能够取得到 瑞典足球先生 打破伊巴的垄断 你可能会觉得 真是厉害了 这个教人机师 但你一角度就是 你也挺没人选择 所以真的没有人 这届是谁可以 这届是谁可以 科斯贝子 对 最后期望 就带了个位置 所以我对阿尼 可以八强的预测再说 反正我自己想多说一些瑞士 瑞士那边 瑞士那边 我自己觉得 可以跟上一届比 上一届打 可能仍然会很记得 瑞士的几个巨头 你会记得的 就是仍然在 比哈美的 夏卡在 但是沙基利 大米 美麦迪 我记得 我记得 都记得 都记得 当时三个进攻的三加棋里 三加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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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处理了很多 死球 达配等等 但是今届 你见到 就少了美麦迪 真的没有了他 但其实上届 美麦迪 在瑞士的进攻线里 担当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角色的紧要性 是比沙基利更高的 沙基利负责做一些爆破 一些个人的能力展现 但是美麦迪 比较多 就是做少许的策动 其实侧底波 比沙基利 正正就是美麦迪 但是 可以对比一下 今届 只不过是四年之后 其实我自己觉得 上届还在说 瑞士就是黄金一代 因为表现得非常好 当时的世界排名 也好像在头十以内 但是今届 感觉上 我觉得 没有上届那么好 为什么会这样 各位有没有什么看法 其实瑞士的话 我反而觉得他们手手脚很厉害 翼 杂 防中 爪位 但是他死得最金的位 就是中锋的位置 还有两个中坚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是中锋 要贏球的位置 中坚当然就是 不要让自己输球 但是这两个位置真的很弱 刚才乐仔头祖司达米 其实上一届14年的世界杯 他都有份 但是由上一届的世界杯 到现在 18年世界杯 其实四季加上 总共是 在这么多联赛加欧联成 赛事 入十球 但是反而你想起 他上一届世界杯 表现真的挺不错的 是啊 其实是OK的 但是想不到 为什么又差那么远 甚至你说这种 就是Gary所说到的 一个在球会级别赛事的皮泰 就是说你连续到来四届之后 是世界杯 但是阿佑继续入选 是啊 因为没办法 他后备的是谁 是史弗洛维的 不是走 富兰克福都不要 富兰克福都换了 他奔飞交还要做后备的事 是史弗洛维 然后你看看 原来人家用列比斯 你看看哈罗迪 你比斯这么厉害 原来 他就看自己 是史弗洛维 你试一下卡巴拿路 砍的球 凹那个是沙废洛维 你猜他锁了球去哪里 那球球锁了 抽空气这些分钟 抽空气 应该是控定洛维 我想德甲也站不住脚 连德甲也要离开的话 等于你离开了主流联赛 去到一些比较次级的联赛 相信磨练的机会就小了 还有你上阵的机会 他也没有什么在奔飞加 我想是一个竞争不够多 瑞士中锋的问题 正如你说 刚才你所说的比哈美 伊云后面的列治斯天娜 还有迪佐奴 全部已经有老四年 迪佐奴还算是年轻一点 出道了 大家都忘记他 31 31 都31 迪斯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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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哈美 比哈美是老将 还有 列治斯天娜亦是老将 刚刚不用出 这场 但问题是 最惨的 他们踢的位置 是最浪费体力的位置 比哈美全场破 第一场看着尼玛利 对的 没问题 这些反而最不浪费力 但其他要打Boss-to-Boss 有些Ball winning的中场 很浪费 你要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将 这样踢 这场他打足全场 我看到他下半场的中段 他跟两个中坚平牌在一起 他改名叫扯虾味 你不要不记得 而且近两天俄罗斯的天气 都是比较热的 三十多度 你不要管它 可能不同城市 但大约的天气 不同城市真的不同 因为之后那场只有18度 但之后那场又收了太阳 但这场正午时间 都是比较热的 这群老人家 只是用他命 最要是正确 他基本上整条右路 他打光 一个翼位 三十多岁 你想什么 他很勤力 但你看到他的暴头 很严重 真的力不从心 幸好这场列士多亚 因为停赛 不可以出 否则可能 这个左路方面 会更加有明显的问题 或漏洞出现 始终为34岁 先不说 他下解阿仙奴 发挥如何 但我说 你在这四场小组赛 你作为对长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必然你很多赛事都要出的 亦都要打尽你的能力 但是世界杯这么密集赛事的情况 亦都没有什么空间给瑞士轮换 你见到整个分组赛的过程里面 所以他说这场球只是停赛 我觉得很幸运停赛 如果不停赛更加危险 所以虽然代替他的朗志 亦都拿了面红牌 到最后再讲瑞士 虽然我觉得这一届好像比上届差了 但也要赞一样东西 瑞士其实都很明显地 希望在足球方面有所提升去进步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他们都很乐意去将自己的球员外流送出去 尤其是送去哪里呢 就是德甲 你说一下队中里面大多的球员都踢过德甲 无理是大米 沙基里 夏卡 诺迪古斯 简子 迪佐努 恩苏玛 甚至安保路 史费诺域 贝基等等 一路数下去很多就算没有正式踢过德甲 也跟德甲有少少渊源 就是经过德甲的洗礼 是的 其实德甲也是一个很愿意去使用 年轻球人的联赛 所以以选择外流的联赛来说 放彩的联赛来说 德甲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语言上他们有什么通 所以勉强是一个不适应的问题 又接近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的地方 是的 今节就差不多了 下次再来说一说另一场 英格兰对着哥伦兵 好的